今天周二 这个星期的话 星期一是节假日 所以周二开始上班 然后周二上班 我就上了一个上午 下午请假了 要给小孩子来更新签证了 他现在是订住者 然后一开始是一年嘛 然后马上到期了 来给他更新签证 另外的话 小孩子在日本待购一年的话 好像可以申请永住的 去问一问 能不能同时申请永住 不过好多材料 网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 已经办完回来了 挺快的 然后永住也同时申请了 我材料还没准备全了 我旅游书也没写 我想着问一问 因为我觉得他还没待购一年 应该不能申请 我还想着就先问一问 然后等着下次来拿结果的时候一起申请 结果就直接申请上了呢 旅游书也没写 也不能再教了现在 不知道 如果有一个缺的材料 他给了我个信封 让我那个提交 缺的那一个材料 我觉得有好多材料没准备 但是只缺一个他看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小孩子的材料 就简单呢 今天去那个入国管理局啊 明显感觉到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呢 有一点怎么说不太好 我记得前年去申请永住的时候 态度都非常好啊 包括看资料啊 烂七八糟的 就是都很正常的态度 然后今天去的话呢 就是碰到的女生的工作人员 还有那个湘潭窗口 就是只是商量的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 态度都不错 都还可以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B 大家去过应该都知道 那个B就是提交资料的那个窗口吗 嗯 有几个男生的那个工作人员 态度不好 那个笑脸首先是没有的 然后一整个不耐烦的表情啊 也不怎么说话啊 说话也是死气沉沉的那种 不知道是怎么了 因为今天请假 一个是去办那个签证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下午要参加小孩子家长会 啊 就学校吧 有各种的会 然后呃 去年还参加运动会吗 那个今天六星天可以 然后另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但是参观的这个活动啊 像还有今天这个家长会啊 都是在平时举办的哈 没办法 我之前都没有参加过 然后今天想着正好趁这个请假的时间 你去看一下 嗯好一个多小时的家长会参加完了 然后一开始呢 我其实不太情愿去 但是参加完了之后我发现呃 受益还是挺多的 那这一年小孩子他很多地方的成长 其实你可能意识不到 但是通过跟老师或者是其他家长的交流 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小孩子成长了很多很多 呃 不吝啬于夸奖 那像是他自己呃 上厕所 然后自己呃 刷牙洗脸 穿衣服 呃 或者是他比较善于玩游戏啊 哪个游戏玩的比较好 这都是可以夸奖自己小孩子的这个点啊 呃 呃 那同时呢 你也能够 嗯 意识到自己有一些地方做的事不够好 呃 能够在这一个短短的会议之中吧 汲取到自己这个呃 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加以改善 我觉得这对于小孩子和我自己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今天又发烧了哈 不过现在中午已经退烧了 好像是扁桃体发炎了 呃 又是休息的一天 嗓的还疼吗 那个他走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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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今天六啊 到这个上野站 然后今天是约朋友一起聊聊天 好久没见了 然后让我教一下他怎么买股票我也买了两三年了吧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但是知道怎么买呀最起码 每次来这个上野就是尝尝味就是在这边啊 好多外国人在这吃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是吃中餐呀跑来日本吃中餐啊 其实这几家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味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冷冻的或者拌成品 偶尔吃可以的 在上野待了一天 在上野待了一天 现在上野这边还有圈圆那边 满大街上都是那个国人的声音啊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过年的节假日时间特别长好像都来旅游了走两步就有普通话走两步就能听见普通话 老伴今天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好不好去哪呀反了反了方向现在来人多的地方我都给他戴着口罩太危险了 因为有人多就就容易感染病毒 嗯 刚刚跟朋友聊这个赚钱的话题反正就是靠工资感觉就是活不下去啊 要想办法搞点副业了真的是 以后而且这个怎么说退休之后还有很长啊现在人寿命那么长对不对 退休之后还有个三四十年的话这个钱怎么来肯定是要想办法找这个工资之外的收入了 拧开就能喝拧开就能喝你去了就行了拧开 啊 你喝不喝不喝不要浪费水资源 你喝不喝 喝不喝